中国发布新冠病毒感染 以类移管总体方案 和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后 许多国家表示热烈欢迎中国游客到访 不会对来自中国的旅客 采取入境限制措施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泰国 马尔代夫 柬埔寨 印尼等多国 出台相关举措 欢迎中国游客 中国也会为游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友善 自然会让中国游客 感受到温暖和欢乐 并置如归 成为他们选择出境旅游目的地的 重要因素之一 中方也会为游客前往这些国家旅游 提供更多便利 增加中国往返上述国家的直航航班数量 我们也会提醒他们 做好行前自我健康管理和监测 确保健康出行 平安出行 汪文斌强调 中方将继续因应疫情形势 不断优化调整有关措施 与各方共同保障中外人员安全顺畅 有序往来 为国际团结抗疫和世界经济复苏 贡献力量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